另外是跟继承收费有关 高工局在国道5号的罗东交流站没有设施门架 造成上下交流道的用路人会被多算两公里 为了捍卫民众权益 先议员江冲渊接邀请了宜兰市罗东跟武杰的民意代表 以及高工局的官员来到现场会看 要求高工局应该要暂停国道5号收费 并且要退回超收的过路费 先议员江冲渊指出 从宜兰交流道到罗东北端交流道的实际旅程是3.8公里 但继承收费却是5.7公里 主要是因为高工局在罗东没有设置门架 导致用路人行驶侧车道也要收费 为了捍卫民众的权益 兼特别邀及党内统治 齐聚在罗东北侧交流道的北上入口 高喊口号表达不满 独立财产 独立财产 变相收费 独立财产 变相收费 对此高工局也提出说明 国道继承收费的原则是依照国道主线管理财产 跟地方道路或是联络到立体交叉处的对应里程来计算 当扎道跟高速公路之间的里程大于1公里才收费 否则不收费 因此行驶在这个路段的侧车道跟主线都没有收费 我们是采国道主线跟地方道路的立体交叉的对应点的里程来做计算 这个基本上就考量交流道的形式 还有地方道路的一个进出的部分 不太相同的部分 像我们罗东这个交流道就是比较复杂的部分 那罗东两个交流道出入口大概相隔大概有0.982公里 在下面我们是不纳入收费的里程 那民众认为应该出口的达到彼端 就应该就应该计算到出口达到为止 大概我们好像南北加起来大概有 好像民众认为我们多收了0.959这个公里 实际上我们在下面这个在主线段已经把它扣除了 所以不会对民众有多收费的一个情形 依赖新闻采访报道